加上農地過小,我們年輕人沒有辦法把新的生產紀錄帶進來 所以農村人口老化的情況非常嚴重 要改變這個部分,一定要從農地重新整合開始 同時能夠引進更多的農業生產的概念和策略 包含我們要如何讓我們的雜料產業能夠進來 而台灣不是只有生產道路 這些都是我們的新農業的規劃的方向 下午晚上到雲林去看我們整個新農業的一些做法 我希望未來我們年輕人能夠進入我們的農業 能夠把新的經營方式,新的科技,新的生產方式能夠帶進來 讓我們台灣的農業有一個新的面貌 同時能夠讓台灣的農業不是只種植一些低附加價值的農產品 而是能夠有高附加價值的,有在地特色的農產品 這是我們台灣未來農業的希望 也是我們國家,城鄉能夠差距能夠拉批 增加我們農村就業機會的一個希望 除了新農業之外,就是循環經濟 我們也知道台灣的空氣污染的問題很嚴重 其他的水污染等等也是問題很多 這些環境污染的問題有很多是跟我們的工業生產有關 我們不能說是我們要了工業就不能要環境品質 我們必須要工業還環境品質兼顧 這個工業如何兼顧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國家有做到 像歐洲和日本都有做到 他們有很多工業區,但他們的工業區沒有污染 為什麼工業區沒有污染? 因為工業區所製造,任何一個產業所製造出來的 這個不需要的廢棄品 其實就是其他另外一個生產環境有用的資源 所以我們希望每一個工業生產者 他所生產出來的東西都是沒有廢棄品 他的廢棄品都是可以再生產再製造 這樣一層層下來到最後結果就是零廢棄零污染 這就是歐洲甚至日本我們看到很多國家 他們的產業,他們的工業區 目前的運作的方式 我們未來也要求這方面去找手 如果這方面老手 我們一定會讓我們的產業 這些工業產品 它的這個附加價值也會提升 好 好 謝謝 所以你給他晃一下 就知道 請你說 我們要靠土豆腐 我們會先過 我剛剛這樣也把錯 我剛剛這樣也把錯 對啊 現在對 那你這農藥把碗才回去嗎 哈哈哈哈 請問 這就是花生次代 購錢怎麼算啊 這應該要炒吧 這應該要炒吧 這應該要炒 這就是炒 這都是炒 這樣弄弄炒 所以我們在拔的時候 所以我們應該是要去到那個學生也可以吃 不,不要浪費了 哈哈哈哈 我們在拔的時候 拔我們靠近這一邊 拔到那邊 再回來 再回來 這樣我們就不會這樣子 哦,腰就會很痠嘛 有道理 有道理 好 那你都已經老心業了 所以實際上 我們國產產雜臉的自己 已經有去過程 所以這個也是因為 我們的雜臉都依靠近 所以讓我們整體國內的一個良心自己